桃園市中立区龙岗桥新阶溪旁的步道 是当地民众重要的休憩场域 由于使用多年围网破损 步道铺面也出现裂痕 中立区公所将更新步道以及篮球场 围网和体检设施 预计在10月底前完工 日子前桃園市中立区公所召开 龙岗桥新阶溪旁步道改善工程说明会 希望提升步道环境品质 为市民打造更优质的休憩场所 工程总经费约新台币306万 改善面积约913平方公尺 工程包括整体步道地平改善 篮球场地平及围网更新 体建设施设置及景观植栽种植等项目 这个就现有的一些篮球场的一个铺面 还有一些网子 还有一些整个周边的步道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这边比那些长者需要的体建设施 我们也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新 那希望完成以后 不管是年轻人的打篮球 或是老人家的体建设施 还有这边散步都一个贯穿的一个步道 都可以提供一个市民来讲 都一个妥善的一个休闲空间 李日常区长表示 龙岗桥新阶溪旁步道原为未登陆用地 经地方名义争取改善 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先行土地地号编定完成后 中立区公所向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签订无偿代管 作为绿美化使用 才能进行改善工程 这一段是在过去来讲 是一个未登陆的土地 那这个土地应该长久的人 比较少一些管理上 那一些车辆的出路乱停放 甚至一些废弃车也堆积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希望对于这个环境 做一个整理和改造 所以特别请了地方的议员 还有中央的立法委员 鲁明泽这边来做一个协助 针对于土地的部分做个登陆 那登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妥善的管理 和后续的工程设计 附近居民表示自己每天都趁着 闲暇治愈来这里散步休息 同时也很期待看到崭新的步道 泡泡茶聊聊天这样子 环境这样很好又养 整体工程预计耗时60天 目前已上网发包中 并计划在今年11月底前完工 改善工程的完工将为附近居民 提供更好的修气场所 并提升整个社区的环境品质 并提升整个社区的环境品质